而且对方还直呼陈出勤的大名 说明不是陈出勤的手下 没想到陈出勤的手上 还有一张王牌啊 他果然没跟错人 陈出勤看了他一眼 却没回答他的问题 我出去看看 尽管他被关在了别墅里 但起码出入自己房间 还是自由的 刚出门就碰到了 同样走出房间的宋佩玉和海婆 宋佩玉不嫌不淡地看了他一眼 冷冷道 没想到你 还有一手牌 是我小看你了 陈出勤也没有回答他 毕竟就连他也不知道 这个秦峰到底是什么来的 有宋家在川中的地位在前 他居然还赶上门来 他到底哪来的底气 夫人 要我去看看吗 海婆问道 不用了 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矛头小子罢了 还用不着你出手 家里的保镖足够 什么 宋佩玉话音未落 一道身影就出现在了大门口 三十厘米厚的石木大门 直接被他一脚踹的粉碎 秦峰逆光进门 目光请客就锁定在了一身睡衣的 陈出勤身上 后者看着他进来 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是你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将希望放在秦峰身上 即便他有些本事 而且自己也相信 陈东不会随便求人 可无论如何 这里是川中 强龙还怕地头蛇 自己在外面还好说 可被宋家人扣下 他怎么敢来 这时王岚也跟着跑了出来 苏佩佩受了伤 慢走几步在后面 王岚十分激动 本以为外面这么大动静 闯进来的不说千军万马 但肯定也很壮观 可当他兴奋地站在楼上 却发现大门口就站着秦峰一个人 顿时傻眼了 短袖T恤 休闲长裤 外加一双国产牌子的鞋子 这样的人 怎么看也不像是所谓的救兵啊 宋佩玉眼神伶俐 气场全开 流露出一股不可抗拒的气势 你是什么人 敢敢擅闯我宋家 有几条命够死的 宋佩玉毕竟是宋家千金 跟着陈里这些年接触的 也都是上流人士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他的气场也绝对不落下场 更何况 但凡长了眼的都知道 这里是宋家的别墅 敢闯进来 就要做好出不去的准备 偏偏秦峰看都不看他一眼 直接朝着陈出秦走过去 一把拉起了他的手 走吧 宋佩玉面色一寒 陈出秦却没有立刻跟秦峰走 而是惊疑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秦峰没有出卖江辈 直到 我说过会保你一次 说到做到 陈出秦心里 咯噔 一生被秦峰握着的那截手腕 也有些微微发烫 若是今日不在宋家 又或者秦峰身后 真的跟着千军万马 说不定他会动容 会兴奋 可是当他看到秦峰孤身一人的时候 眼角瞥了一眼母亲身后的海拔 最终还是轻叹一声 你的身手很厉害 我承认 你会兑现承诺来救我 我也很感激 可惜 你太冲动 也太渺小了 陈出秦说出这番话 并不是在嘲讽秦峰 而是道出一个事实 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 快走吧 他想要挣开秦峰的手 毕竟宋家的能量太大 就连自己都无法抗衡 他又能做什么呢 这个社会 早就不是靠拳头打天下的了 即便是 秦峰太年轻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他不了解的存在了 每一个都能压得他喘不过气 比如那边的海婆 看他想要挣脱 秦峰微微皱了皱眉 你不想走 若是陈出秦自愿留下来的 那确实没什么好说 可陈出秦苦涩地笑了笑 不是我不想 而是 是你带不走他 还没等他话说完 宋佩玉声色俱力一声怒斥 对于秦峰刚才忽略他的行为很是不满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只要你想走就行 秦峰将陈出秦拉到了自己身后 宽大的后背 直接将他挡得严严实实 一瞬间安全感爆棚 他自己则是面无表情地看向宋佩玉 我是他男朋友 来接他回家 男朋友 呵呵 你在开玩笑吗 宋佩玉愣了愣 随后目光落到了秦峰的身上 衣着平平 相貌平平 除了伸手还可以 根本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这样的人 平日里别说登堂入室了 即便跪在他面前乞讨 他都不会多看一眼 现在他居然说自己是陈出秦的男朋友 别说宋佩玉不信 楼梯上跟着来看热闹的王岚 也翻了个白眼 多闹道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就他也配 陈出秦原本想张口澄清 宋佩玉却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他伸手一点秦峰 女王派头十足 我不管你是他的男朋友 还是保镖 但你今天绝对带不走他 他是我的女儿 这里是他的家 听到这番话 陈出秦笑了 不过眼里全然没有笑意 本来他还想澄清一番 可现在却直接主动挽住了秦峰的胳膊 家 妈你记错了吧 这里姓宋 而我姓陈 他说的没错 他叫秦峰 确实是我的男朋友 我连身子都给他了 你也看到了 我男朋友来接我回家了 至于那个什么红少 我是绝对不会嫁的 秦峰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 并没有偏头看他 而是拍了拍他的手背 示意他放心 可陈出秦 怎么放得下心啊 他知道 秦峰根本不可能带走自己 刚才那番话 单纯是为了气一气宋佩玉罢了 果然 看着他们二人实质紧厚 宋佩玉勃然大怒 劈头盖脸地朝着他一顿痛骂 混账 你是我宋佩玉的女儿 没有我的允许 你怎么敢随意找男朋友 更何况 还是这等不三不四之人 让这种人碰了你的身子 真是我宋家的奇耻大乳 宋佩玉气疯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里整天忙于工作的女儿 居然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 洪振涛身为洪家大少 早就对你爱慕良久 这次的联姻 更是一口咬定会娶你回家 你这么做 对得起他吗 陈出秦看了自家母亲一眼 直接戳穿 我不喜欢 有什么对不起的 妈 我看你是怕洪家知道 我有男朋友 会毁了这次的联姻吧 从小他就了解自己这个母亲 在他眼里 根本没什么情情 只有宋家的利益 果然 宋佩玉被他拆穿后 仍旧面不改色 只是严厉地指着秦峰 我是看不惯你做见自己 找了这么个东西 听到宋佩玉的辱骂 秦峰面上波澜不惊 只是淡淡道 他是个独立的人 想和什么人在一起 过什么样的日子 他自己会学 是不是耻辱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自己开不开心 听到秦峰这一句 宋佩玉不仅没有笑 反而多了一抹鄙夷的神情 开心 什么叫开心 放着豪门太太的日子不过 跟着你试闲菜 才叫开心吗 女人 特别是像陈出勤那样漂亮的女人 就该明白自己的价值 郑英那句话 宁愿坐在宝马上哭 也不能坐在自行车上笑 更何况 陈出勤的身份和美貌 她能做的 可不仅仅是宝马 行了 我懒得和你废话 你们这种层次的 人和我格局不同 我没必要和你浪费口舌 宋佩玉一伸手 从手包里拿出一本支票本 看都不看 随手就写下了一张五百万的支票 扔到了秦峰脚下 你们这种人想要什么 我一清二楚 但你要明白 有些主意不是你该打的 你配不上我女儿 连多看她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她的手 只有洪家大少那种身份的人 才有资格碰 宋佩玉流露出一股强大气势 我知道你以为自己抱到了一条大腿 自己配不配 拿着钱 滚出去 你这条狗命我给你留下 她不想把事情闹大 主要原因还是陈出勤说的那个 若是让洪家人知道 陈出勤有了男朋友 秦峰的生死无所谓 可若是毁了他们两家的联姻 她必定会把这小子抽筋包皮 她还顺带比移了一下 秦峰身上的国产货 觉得自己女儿真是脑子进水了 居然会被这种吊丝蒙骗 身后的海婆也眼神阴冷 很是不喜欢秦峰这种 漠视一切的态度 一个吊丝 装得跟什么世外高人似的 想吃软饭就直说 还大意凛然地说什么 希望陈出勤开心 真是找臭 我也懒得和你废话 秦峰看着宋佩玉开口 她是我的女人 今天我就要带她走 谁也拦不住 言罢 她看都不看那张支票 随意地踢到了一旁 拉着陈出勤就要走 宋佩玉眼神变得越发细血 一开始是担心这小子的出现 会破坏两家的联姻 现在则是彻底瞧不起秦峰了 出身普通 身份卑微 却又要在女人面前逞英雄 在她看来 这种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不会有什么出人头地的机会 宋佩玉冷笑一声 年轻人 你可能还没意识到 你面对的是怎样的存在 无知小儿 不知天高地厚 海婆怒不可遏 一声冷哼 随后身影闪动 直接来到了秦峰面前 一掌拍向秦峰 陈出勤下意识地挡在秦峰身前 小心 她不希望秦峰和苏佩佩一样 为了保护她受伤 而宋佩玉则居高临下 冷眼看着秦峰接受教训 呵 秦峰二话不说 将陈出勤一把拉到了身后 身躯一阵 浑身杀意肆虐 直接一掌对上了海婆 快如风 沉如山 海婆脸色一变 想要收掌 可惜招式已老 来不及了 一声巨响 一掌之下 万钧之力尽险 海婆手腕一痛 连连后退 撞在了楼梯的扶手上 大理石加金属打造扶手 咔嚓 一声 直接碎脸 海婆心中大害 他震惊地看着秦峰 虽然他刚才只用了五成的力道 但也绝不是秦峰这种愣头青 能够抗衡的 本以为他那一掌 能直接把秦峰打得再也爬不起来 可结果却是他和秦峰应对一掌 他被击退了 强跌 这一刻 海婆看向秦峰的眼神大变 惊疑不定 楼上观望的王岚和苏佩佩 都是一惊 有些不敢相信 要知道 那可是从宋佩玉小时候 就跟在他身边的高手啊 号称一掌排山倒海 五道深不可测 同为五道中人的王岚更是清楚 以他黄敬初期的身手 若是对上 走不出十招 他本来都等着看秦峰的笑话了 谁知他居然把海婆打退了 混账 你竟敢还手 宋佩玉也大吃一惊 他也没想到 海婆居然会被击退 要知道 海婆可是他的依仗之一啊 不过很快 他便又板起面孔 怒斥秦峰 你找死吗 谁给你的资格还手 陈初秦也没想到 秦峰居然这么厉害 但也看出来 海婆并没有使出权力 赶紧上来阻拦 妈 她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 你放过她 我 救你 宋佩玉一声冷笑 且不说你在自己家 有什么可救的 就看她这副德行 她拿什么救你 刚才海婆并未使出权力 一时大意才被她偷袭 你还真以为她是个高手 海婆若是认真 一根手指头就能戳死她 她根本不信海婆打不过这小子 海婆这时也站了起来 文言重新振奋 确实她刚才是有点大意 没把这小子放在眼里 若是她认真起来 秦峰根本不可能击退她 她望着秦峰露出一抹阴朗的笑容 年轻人 我现在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她扭动了一下脖子 浑身骨骼 噼啪 作响 看她信心满满 秦峰则一句废话不说 对着海婆再出一场 这一次 海婆面臣心吻 直接以八成功力 和秦峰应对一场 可刚碰到 海婆脸色就变了 这一掌 她还是接不下 一声巨响 海婆再度后退 另一边的大理石扶手也碎了 还好她及时忍住 没把那口血喷出来 秦峰看着她 淡淡开口 不服 再来 海婆站在原地 无比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怎么会这样 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显然刚才那一击 令她受到了创伤 她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宋佩玉则有些不耐烦了 色力内忍道 海婆 不必给这小子留什么脸面 你也别再收手了 一招 把她拿下吧 海婆有些郁闷 内心里大喊 我早就动真格了 秦峰则面无表情地看她 不服 来啊 跟随宋佩玉三十年 她哪里遭受过这种羞辱 当即怒目原争 一声怒吼 朝着秦峰迎面来 她的速度和力量 都比之前快了很多 明显是 使出了权力 秦峰却不为所动 视线捕捉着她的一举一动 树子受死 随后海婆一声抱贺 朝着秦峰再度迎面一掌 王岚见状激动起来 感受到了海婆掌风的破空之声 这就是海婆的绝技 排山倒海 这一掌 就算是一头成年的老虎 也会被一掌拍死 那小子死定了 一旁脸色苍白的苏佩佩 满脸紧张 听到这话面色一沉 王岚 你究竟是哪边的人 毕竟王岚 还拿陈出秦的工资 不好太张扬 赶紧收敛了神色 不过 心里却盼望着秦峰 被一巴掌拍飞 谁让她那么装逼呢 自己这个武蒙弟子 都不敢硬汉的人 要是让她这么一个 无名之辈赢了 岂不是会显得自己很没用 所以 她巴不得秦峰被拍死 好证明不是自己胆小 确实是实力被压制了 可接下来 他们二人在队上一掌 又是一声巨响 海婆的身体 居然直接横飞出了一段 还好她有些实力 并没有跌飞而出 几步之后脚落了地 涌上了喉咙 被她声声咽下 海婆 你还在玩什么猫捉老鼠 赶紧把这小子收拾了 宋佩玉彻底没了耐心 海婆有苦说不出 同时也彻底被激怒了 她大喊一声 拼尽了全力 朝着秦峰奔去 今日我就算拼上这条老命 也不能让你活着出去 看到她朝自己奔命而来 秦峰冷嘲一声 在实力差距面前 拼命是没用的 这一次 秦峰没有和她对仗 她是来救人的 可不是来和这老婆子切磋的 没时间和她浪费 只见她抬起一脚 直接对上了海婆的掌心 这一脚 立于千军 直接让海婆当场喷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也彻底失去了重心 倒飞落地 落地之时 地面两块瓷砖 阴声而裂 太强了 宋佩玉面沉如水 海婆 你还在当个什么 快动手 秦峰再度道 不服 再来 我给你个痛快 海婆脸上露出了挣扎的表情 是丢人还是丢面子 她得琢磨一下 但秦峰没给她机会 干脆朝着她慢慢走来 刚迈出一步 海婆便嘶哑着声音喊道 停 她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连连摆手 不打了 我服 我服了 心服口服 她心里明白 自己根本不是秦峰的对手 明明自己都已经使出全力了 可秦峰却好像还没热身似的 速度 力量 都太悬殊了 若是这次再动手 搞不好她这把老骨头 真要交代在秦峰手里了 一直看着两人过招的宋佩玉和王岚 听到海婆这句话 整个人目瞪口呆 服了 还心服口服 刚才难道不是海婆想和秦峰玩猫捉老鼠 好让她说得更惨吗 怎么反而认输了 海婆跟随宋佩玉多年 同时也是宋佩玉的陪嫁之一 她的身手 即便在整个宋家的保镖里 都是数一数二的 不夸张地说 就凭她的实力 即便进入某家武盟 当个长教士 绝对没问题的 甚至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武盟里 甚至能被当作 红棍 看待 就这么说吧 海婆想要去某些保镖公司应聘的话 那直接就能坐到副经理的位置 绝不吹嘘 可她输了 而且还输得很惨 甚至最后还连连求饶 并且 她的对手 还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愣头亲 如果说第一次算海婆轻敌了 那么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 就真的是记不如人了 这样的实力差距 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 宋佩玉脸色极其难看 之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冰冷 现在化作了满脸愤怒 她瞥了海婆一眼 哼了一声 没用的东西 海婆满脸鲜血的同时 也是满面无奈 她能怎么办 她也很绝望啊 刚才她看出来了 秦峰最后踏出那一步时 整个人气场骤然大变 看起来似乎都没耐心了 也就是说 如果她再出手 很有可能死在秦峰手上 她毫不怀疑 秦峰会对她动手 因为之前秦峰擅闯宋佳 你可以说她不知天高地厚 可当她展现出这般实力的时候 你还能说她不知所谓吗 看海婆眼气息鼓了 秦峰知道 她也就到这个程度了 一把将陈出情 拉入了自己怀中 宋夫人 如果你没别的招数留下我 那么人我就带走了 此时的陈出情还在正愣中 完全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能够轻易击退海婆 在她眼里 宋佩玉对她的威胁 一半来自宋家 一半就是来自海婆 突然被拉入了男人的怀中 她的心跳 也不可遏制地狂跳起来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太紧张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她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 抬头望向宋佩玉 妈 除了海婆之外 您在这处别墅里 应该没有别的人说了 既然如此 那女儿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 她朝着台阶上的苏佩佩 使了个眼色 后者扶着胸口点点头 走下来 准备和她一起离开 王岚眼珠子一转 赶紧一把接过苏佩佩 我扶你 苏佩佩明嘴看了她一眼 没有多说 两个女人到了秦峰的身后 秦峰看了她们一眼 随后朝着陈出勤问道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拿 陈出勤坚决地摇了摇头 这里的东西 我没必要拿走 嗯 那走吧 说完 秦峰便带着陈出勤三人往外走 保安围了过来 可是无人敢挡 宋佩玉器的浑身发抖 朝着秦峰的背影怒喝一声 混账 你承受得起 我宋家的怒火吗 秦峰头也没回 轻笑一声 随时欢迎 从宋家出来之后 秦峰便带着三个女人 先行打车离开 陈家的车 已经让她先回去了 这也是 为了避免给陈朝生 他们带来麻烦 所以秦峰带着他们 打车先走 本来想问陈出勤 要他的地址送她回去 却被她拒绝了 我家里现在已经被监控了 就算回去 也是自投罗网 秦峰点了点头 觉得也对 宋家 既然想把他父亲的财产 彻底霸占 又怎么会让他 有喘息的地方呢 思索了一下 还是决定 先送苏佩佩去医院再说 之后要是不行 可以让他先住到棉龙山庄来 一来那里够大 多他一个也没什么 还能由自己进行看护 二来那里 毕竟是陈朝生的地盘 宋家人即便再手眼通天 也不至于闯进 陈朝生家里来抢人 毕竟尸首的名头摆在那里 但在场还有其他人 所以他没提 王岚从出来之后 对秦峰表现得格外殷勤 两只眼睛 都快把秦峰给活寡了 在他看来 能有独闯的宋宅的本事 说明背景也不小吧 三个女人坐在后座 本来他该照看苏佩佩的 可是半个身子 却都要从后座伸到前面去了 脑袋都快搭在秦峰肩膀上了 这位先生 你是我们家小姐的男朋友对吧 之前怎么没听他提起过啊 秦峰用余光看了他一眼 刚才这个王岚 站在楼梯上的表情 他都看在眼里 所以对他没什么好感 但看在他是沉出情的人的份上 还是搭理了一句 最近才在一起 原来是这样啊 王岚若有所思 同时又甜甜笑道 怪不得呢 那不知道先生是做什么大 看你身手这么高强 应该是五盟的人吧 我也是五盟的弟子 说不定我们之前还见过呢 见王岚这般不留余地地打探自己的来路 秦峰没说话 只是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而沉出情则已经皱起了眉头 颇为严厉道 王岚 我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是我过来的保镖 不是我的管家 之前王岚在宋家时的埋怨 就已经让他很不高兴了 现在又当着自己的面对秦峰这般打探 别说秦峰不是自己男朋友了 就算真的是 他这样的行为 也是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果然 被陈出情呵斥一声之后 王岚不着痕迹地翻了个白眼 暗自嘀咕了一句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逞什么大小就威风 过来的怎么了 等你财产没了 说不定还没我有钱呢 不过收回身子后 他还是笑眯眯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小姐 我就是一时好奇 陈出情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没说话 车开到了医院 先把苏佩佩送去了急诊 还好海婆那一巴掌 只是为了警告 同时也让陈出情忌惮 虽然内脏轻微受损 但也没太严重 不过还是要住院观察 陈出情有些不放心 把人单独留在医院 但秦峰安慰了一句 你越是对他显得重视 反而越是容易被人拿捏 倒不如你让他离开你身边 他不跟着你 说不定还要安全些 陈出情也不是笨人 文言只能叹了一口气 你说的对 现在我身边虎狼太多 越是离我近 越是容易受伤 说完 这才转过头来看向秦峰 认真道 不管怎么说 今天真的很感谢你 要不是你 只怕下个星期 我就要被压着出嫁了 秦峰贴了他一眼 看出他坚强外表之下的苦涩 我说过会保你 就一定会做到 不过你也该想好 这次之后 只怕你母亲他们会更 不留余力地抓你回去 若是外敌 那还好办 可偏偏这次出手的 居然是陈出情的母亲 都是他的至亲之人 真要动起手来 还真有些为难 毕竟往往越是亲近的人 越是知道 刀子往你哪里捅更痛 防不胜防啊 陈出情没有直接回答他 毕竟两个人的关系 还没到那一步 我自有安排 其实秦峰能看得出来 他现在已经是父辈受敌了 但自己也不是上赶着来帮他 太过热心 反而显得廉价 所以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 嗯 泪一声 让苏佩佩留下住院之后 陈出情便安排王岚留下来照顾 谁知王岚一听就不乐意了 小姐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跟你出来的 你可不能放我在这里不管啊 他以为陈出情 想要留下他们之后 跑出去避难 顿时十分不满 你有好的去处了 总要把我们这些忠心的手下 也安排好吧 说着话 他还瞥了秦峰一眼 在他眼里 秦峰肯定是什么隐姓埋名的大人物 这次来就是带陈出情离开的 他绝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陈出情对他还算了解 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 不嫌不淡道 我去我男朋友家住 你跟着做什么 再说了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点什么 我男朋友可不是你眼中的什么绝世高人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保镖而已 我请他来保护我的安全 却和他一见钟情了而已 听到这话 王岚的脸色瞬间就垮了 悔不当初啊 早知道秦峰只是一个小保镖 他当时说什么都不该 跟着陈出情一起出来的 现在倒好 为了陈出情 彻底把宋家给得罪了 陈出情就算再有钱 现在陈家也只剩下他一个 可宋家呢 不仅大家族的底蕴还在 现在还和红家联手了 靠着一个保镖 就想对抗两大家族 就算他身手再高 又能怎么样 哪怕他是个玄境中期的高手 可人家要钱有钱 有人有人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他了 陈出情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看他气得脸都绿了 陈出情心情大好 甚至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王岚啊 我没想到你对我如此忠心 居然会为了我得罪我母亲 放心吧 只要你跟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说完 便和秦峰一起同离开了 只留下了呆若目击的王岚 出来之后 秦峰便忍不住问他 你明知道这个王岚是个见风使多的人 为何还留着他 陈出情却是妖娆的一撩头发 笑道 关键时刻 不得有个人帮你挡刀子吗 秦峰漠然 女人 真是招惹不得 安顿好了苏佩佩之后 秦峰便问陈出情 他还有没有别的住所 陈出情露出了愁容 就凭宋家和洪家的实力 无论我住在哪里 只怕都会被他们找到 确实 现在秦海基本落入了宋佩玉的手中 即便没有陈出情手里的股份 他也是目前为止 秦海最大的股东 再加上他有宋家做背景 很容易便能拉拢其他股东 尽管还有对陈里忠心耿耿的人 可对方的股权 比自己掌握得多 陈出情一被控制 秦海基本就落入了宋佩玉的手中 秦峰想了一下 还是主动提到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暂时和我住在一起 陈出情意聊秀发 毫不犹豫 行啊 你不是应该怀疑 我别有所图拒绝一下吗 秦峰觉得 他有点不按套路出牌 陈出情却很坦然 我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可挑挑拣拣的 再说了 你如果有所图的话 就不为独闯宋家救我了 不得不说 能够赌掌秦海的女人 自然不会只是凶打无脑 两个人一块打车回棉龙山庄 再看见秦峰居然住在这里时 陈出情也没表现出过多的惊讶 只能说 不愧是真正被陈里当做 接班人来培养的女儿 果然够淡定 他挑选了一间房暂时住下 回屋之后就打了好几个电话 有些焦头烂额 剩下那30%的股份 去哪了呢 陈出情离开之后 宋佩玉第一时间 就将此事告诉了宋老爷子 老头子一听 陈出情居然有了男朋友 当即就木骂起来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找男朋友 他虽然姓陈 却也是我们宋家的后代 他的一切都该由我们宋家来定夺 凭什么擅作主张 他难道不知道 他的美貌 他的聪慧 他这个人 现在都是属于我宋家的财产吗 宋老爷子很生气 在他眼里 什么骨肉亲情 根本是不存在的 只有利益 这一点宋佩玉早就习惯了 可是却丝毫没因为老爷子 把自己外孙女 当作换取利益的工具 感到生气 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否则 他也不会嫁给陈里了 您说的是 这丫头确实有些不识好歹 我们可都是他的至亲之人 他不仅跟着一个 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野小子跑了 还死攥着手里的股份不肯撒手 叫我很是头疼 宋佩玉轻叹了一声 宋老爷子冷冷一哼 哼 我看这丫头 就是被陈里给教坏了 像他们那种白手起家 从小门小户出来的家庭 能有什么好教养 妇女二人对于陈出情 不肯交出股权 并且还交了男朋友一事 非常恼火 毕竟她作为一个女人 迟早都是要嫁人的 与其便宜了那些小门小户的穷小子 倒不如为家族再换取一些利益 再说股权 她一个还没嫁人的小丫头 捏着 不也是迟早便宜了夫家吗 他们似乎都忘了 哪怕是宋佩玉手中的股权 也是从陈里那里继承的 这几十年 宋家从陈氏明里案里 拿了多少好处 可他们都跟健忘正式的 提也不提 也不知陈里九泉之下 知道在自己死后 女儿居然被自己 亲妈和外公这般逼迫 会不会不得瞑目 罢了 这件事情你先压住 不要传到红家耳朵里 一番斥责之后 宋老爷子也知道 光骂人没用了 特别是他交男朋友这件事 若是让红家人 知道他和一个野小子在一起 咱们家的脸 怕是都丢尽了 是 父亲 之后我会让人去查一查 这个野小子 我就不信 在川中的地盘上 我宋启明 要让一个生斗小明 悄无生息的消失有多难 得到了父亲的话 宋佩玉也就安心了 刚挂断电话 一名三十出头的年轻男子 便走进了房间 一只闲猪手 就摸到了宋佩玉的屁股上 还顺带捏了一把 亲爱的 什么是这么生气 听到男人的声音 宋佩玉也一下子柔软了不手 滚进男人的怀里一声娇嗔 还不是我那个女儿 真是随了他爸的劣根性 到现在 不肯交出股权也就算了 今天居然跟着一个野小子跑了 什么 男人大惊 同时露出了几分怒涩 那秦海那边岂不是 你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他的几个住处 都已经有人守着了 川中的酒店也打了招呼 我就不信 他还能跟着那小子住租屋不成 男人闻言 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好不容易熬到城里死了 咱们可不能再出岔子了 宋佩玉搂着男人的脖子笑道 放心吧 等股权一到手 总经理的位置 肯定是你的 你跟了我七八年了 我还能亏待你不成 男人顿时心花怒放 一把把宋佩玉抱到了床上 又是一番云语 第二天一早 秦峰就接到了赵明的电话 二人的误会说开以后 关系又恢复了从前 起码表面上是这样 赵明十分热情地表示 为了感谢秦峰救了赵可燃 赵可燃亲自托徐宗伟的关系 在秦海集团 给他安排了个业务员的工作 今天就能去报道 秦峰一听就奇怪了 是不是赵可燃 特意 委托的暂且不说 光说这徐宗伟 每一次见面 都想踩他一脚的家伙 怎么可能主动替他安排工作呢 虽然 只是个小小的业务员 可也不是说安排就安排的 赵说 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了 上班的事情就不用了吧 秦峰想要婉拒 但赵明好像打定了主意 要弥补太阳 甚至还说 要亲自接他去上班 让他报上地址 这时候 正好陈出秦从楼上下来 一身黑色的真丝睡衣 春光无限好 真要是让赵明过来看见 只怕还以为自己被包养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道 不用了赵说 我这里比较偏僻 你开车也进不来 这样吧 几点钟 我自己过去报道就是了 八点上班 到以后我让可燃 在门口等你 你小子可别迟到了 秦峰 嗯 喂一声 好 我一定到 秦峰愿意去秦海上班 也不仅仅是因为 赵明盛情难却 更因为看到了陈出秦 毕竟自己答应过 陈东要保他这个妹妹 秦海现在被人控制了 他也确实该找机会去看看 也算是打入敌人内部吗 不过此事他没有和陈出秦说 交代了一句之后就出门了 只要陈出秦老老实实 在棉龙山庄里待着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刚出发 赵明的电话就又打了进来 他还是不放心 生怕秦峰不去 听到秦峰在路上了 他才安心的笑了 这就对了吗 年轻人 还是应该踏踏实实找份工作 好好奋斗一下才是 一直游手好闲 不是个事啊 秦峰无奈了 看来赵明还是不信他有工作 或者说 他根本不需要工作 刚想要解释 赵明已经把话揭了下去 行了 你小子也不用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头了 赵叔 我比你多吃几年干饭 还看不出来你 之前你说 你来川中出差 但这几天干过什么正事 既然是出差 公司总不能不给你安排住处吧 既然如此 你怎么会跑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住 连车都开不进去呢 赵明觉得自己分析的很有道理 这几天确实没看见 秦峰干过什么工作 成日往外跑 却连像样的酒店都住不起 又偏僻车又进不去 肯定是跑到市郊 找了个连租房 估计那天他一时赌气离开赵家 当时那么硬气 现在就算日子不好 也没脸和自己说吧 小峰啊 那天的事情 赵叔确实着急了 说了几句混账话 你也别放在心上 我知道你现在困难 但是也别不好意思和赵叔说 赵叔还能和你计较不成 赵明三言两语 净险大度 之前和你说的进公司的是 因为你现在能力不足 你陈怡还是有些意见 所以你先进秦海工作两年 等你转正就搬回来住 赵叔再给你买一辆代步的汽车 等你在秦海干满三年 赵叔就直接让你来 咱们自家公司上班 以后书手上这一摊子 不还得交给你吗 去秦海的这一路上 秦峰的耳朵就没消停过 赵明在那边又是大棒又给填草的 似乎生怕秦峰走了歪路 尽管之前和赵明之间有点不愉快 而且他似乎也有些武断 但秦峰听了他一番话 还是觉得很感动的 毕竟他能够感觉到 赵明是真的为他好 现在能有人真心实意地替自己着想 真的不容易 而且赵明虽然没明说 但秦峰听得出来 他似乎以后有把公司 交给自己来打理的意思 他清楚自己今天要是不去 就真是和赵明撕破脸了 最终只能呼出一口气 放心吧赵叔 我已经到了 会好好上班的 哎 这就对了吗 赵明流露出几分欣喜 人啊 只有脚踏实地的 才有前途啊 尽管那天说了些重话 但赵明还是觉得 只要秦峰努力工作更前程 他和可燃之间 不是完全没可能啊 徐总委那小子 花花肠子太多 虽说最后 是他帮可燃解决了合同的麻烦 但就冲他抢工这一件事 赵明就对他没好感 还是秦峰 支根支底不说 虽然现在没钱 但起码有自己的扶持 他以后不会让可燃吃亏 挂掉电话的秦峰 也抵达了秦海集团门口 这栋高耸入云的大厦 坐落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来往近处的人 也都是人们口中的社会精英 无论男女 清衣色的西装领 戴职业装 各个走路都昂着脑袋 这个地方他之前来过一次 一进门前台就认出了他 刚想惊喜地起身 和他打招呼 赵可燃就走了过来 今天的赵可燃很不一样 上面一件紧身白衬衣 加藏青色的丝巾系在领口 外套和包屯裙都是香蜡 时尚靓丽是真的 但那九厘米的高跟鞋 不适合通勤也是真的 他还专门搭配了一副 无边框的平光眼镜 多了几分职场女性的知性美 迎着秦峰就走了过来 他推了推眼镜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浪情手表 你迟到了十五分钟 念你是第一次 就这么算了 但再有下次 你也别来了 秦海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你 说完 他转身就往楼上走 见秦峰没跟上 还不耐烦地回头瞥了他眼 愣着干嘛 走啊 秦峰原本是想和前台打个招呼的 毕竟之前见过 但见他和催命似的 便只是冲前台点了点头 随后神情淡漠地跟了上去 赵可燃走在前面 刻意和秦峰拉开了一段距离 心里万般嫌弃 这两天 他在赵明的斥责下 也想明白了 那天如果不是秦峰 自己可能真的就被糟蹋了 可是 让他向秦峰道歉 那绝对不可能 自己给了他英雄救美的机会 他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再说了 他的一番作为 差点让自己赔了三千万 这也是事实 所以凉凉抵消 自己没必要向他道谢 更没必要道歉 给他安排了这个业务员的工作 应该他向自己道谢才是 这么想着 赵可燃心安多了 乘坐电梯到了15楼 这里是公司里一个 专门负责零售项目部门 地下的一个小组 秦峰的业务范畴很广泛 整栋大楼 每一层负责的业务都不一样 他们这一层 是专门针对秦峰生产的 美容产品销售的 所以基本都是女员工 秦峰这么一个男人出现 颇有些突兀 赵可燃刚进公司 就混上了小组长 看来徐宗伟出了不少力 他坐进自己的工位里 长腿一翘 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 扔到了桌上 这是你的员工合同 一个月工资三千五 但是有五个点的提成 你要是能好好干 一个月的工资 也能赶上我的一半 赵可燃语气高傲 带着几分炫耀的成分 秦峰倒是无所谓工资 但他来川中 还有正事要做 肯定是没空 每天来打卡上班的 刚想开口 和赵可燃商量 自己能不能不来上班 让他帮忙 在赵叔面前打个掩护 一身西装的徐宗伟就来了 目光落到秦峰身上 分外得意 小子 在老子手上讨饭吃 看我怎么炮制 你就完了 徐主管好 徐主管您来了 徐主管您好 徐宗伟一出现 原本办公室里 搭拉着眼皮 对谁都爱打不理的 阴阴厌厌厌 全都站了起来 一个个又是补妆 又是整理衣服 一双小电眼 使劲抛向了徐宗伟 对于众人这样的反应 徐宗伟很是满意 脸上那叫一个容光焕发 仿佛领导下乡一般 一只手背在身后 一只手朝着众人压了压 心同事入职 我就是过来看看 你们不用这么拘束 有女员工赶紧推来一把椅子 一边撩头发 一边娇滴滴地说道 徐总监果然静止 一个业务员入职也亲自过问 真是辛苦了 那名穿着时尚的女员工说着话 还不断对徐宗伟按耸秋波 本来穿得整整齐齐的衬衣 不小心开了两颗扣子 春光半露 徐宗伟瞄了一眼 就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赵可燃看得很是不高兴 毕竟谁都知道徐宗伟在追她 而且从徐宗伟帮她 拿到黄英的合约之后 她已经决定和徐宗伟在一起了 所以她大步走上去 伸手就挽住了徐宗伟的胳膊 冷冰冰地朝着那名女员工道 李玉珠 上班时间不是用来给你献殷勤的 回你自己的公位去 小组里的人都知道 赵可燃这个小组长是怎么来的 但当着徐宗伟的面 也不好和她争执 叫做李玉珠的女职员 秦深深雨蒙蒙地看了徐宗伟一眼 这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秦峰正好抬起头来 瞥了她一眼 她便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好像被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 白眼都快翻上了天 痛斥一声 流氓 秦峰无奈了 心说你这身材也没多少货 值得这么捂着吗 而徐宗伟看到李玉珠的差别对待 以及赵可燃明显的争风吃醋 却是分外高兴 男人骂 看到女人为自己争风吃醋 自然会忍不住得意 特别是秦峰还在当场 之前她在秦峰手上丢了两次脸 吃了两次亏 早就对这小子怀恨在心了 此时她也是皮笑若不笑地 走到秦峰面前 背着手一副身居高位的急事感 手指敲了敲桌子 大声道 秦峰 尽管我看在可燃的面子上 走后门帮你安排了这个业务员的职位 但你也该知道我们公司是不养闲人的 本身你一个有前科的人 按理说是不配进秦海工作的 但我给你开了这个仙礼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之前的事就算了 以后我希望你能摆正心态 踏踏实实的工作 不要让我失望 明白吗 本来那群女员工看到秦峰的穿着打扮 就对她没有结交的心思 现在一听她坐过牢 一个个目光里仿佛带了刀子 这种人怎么配和我们一起工作啊 就是啊 一个老改犯懂什么 则则 真是拉低了我们的身份 听到旁人的议论 徐宗伟很是满意 他就是要故意搞臭秦峰的名声 说完 他还更加严肃道 刚进公司 我给你一个星期 拉到两单二百万的单子 那就算你还有些价值 否则 你就自己收拾东西滚蛋吧 几个漂亮的女员工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捂着小嘴议论起来 用幸灾乐祸的目光看着秦峰 虽然秦海是大公司 但他们小组是负责美容用品零售的 大批量的单子 都在另一个负责大客户的小组 根本轮不到他们 他们面向的客户群体 本身都是小客户 一个星期能乘一单二十万的单子 都算不错了 别说秦峰了 徐宗伟就是从这个部门出去的 他之前最大的一单才一百万 还是谈了一个多月 风雨无阻地跑到人家店里 磨嘴皮子当孙子才谈下来的 一个星期拉二百万 这是摆明了在为难秦峰 赵可燃也知道其中的门道 下意识地想要求情一句 宗伟 秦峰毕竟刚来 刚来怎么了 徐宗伟呵呵了一笑 阴阳怪气道 人人都是从刚来做起的 这点小事都办不到 公司凭什么给他发工资 一来就要讲人情 讲关系 不如回老家种地 躺着就想拿钱 他以为他是陈总男朋友吗 他咄咄逼人地朝前一步 紧盯着秦峰 一个星期 能不能把单子给我拉回来 赵可燃看得出来 徐宗伟在为难秦峰 但也没再多劝 徐宗伟说得对 公司不养闲人 就他一个劳改犯 一个月三千五的工资加提成 还有个说得出口的身份 对他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还要怎样 正好也趁着这个机会 让他认清自己 明白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省得他好高无援 秦峰看了一眼徐宗伟 也没急着对回去 而是首点的员工合同问道 我刚才看了员工合同 上面说了 只要业务员完成了 每个月的计点 是可以不用每天打卡上班的 有这事吗 赵可燃文言皱了皱眉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员工合同上确实有血 可是每个业务员 每月最低的计点 可是一百万 他们零售部门 每个月的绩效 哪是这么好完成呢 本身零售要的批量就不多 一个小组里有这么多人 哪来这么多绩效给他们赚 公司不比你员工厉害 可能让你一次完成绩效 然后白拿29天基础工资吗 就算有 也只是一次两次而已 不可能多 所以秦峰问的这个问题 徐总伟根本没当回事 嗯 是有这么回事 你想怎么样 秦峰点了点头 有就好 也就是说 只要我完成了400万的订单 就可以四个月不来上班对吗 徐总伟这下乐了 你本事不大 倒是条件不少 他皮笑肉不笑的一抱手 行啊 你要能完成 我亲自给你皮条子 那就行了 这样也算给赵叔有个交代了 不用一周 半个小时就够了 他拿出了手机 拨出去一个号码 我在秦海 你过来跟我签一份合同 说完 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有兴趣买美容品吗 我卖给你200万的怎么样 哈哈 看着秦峰打出了两个电话 还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徐总伟等人都大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啊 你这眼睛还真不错 刚才那两个电话打给谁了 该不会为了那点绩效 求到你那些穷亲戚 穷朋友身上去了吧 徐总伟满脸不屑地绩效道 我可告诉你啊 我们公司生产的护肤瓶 即便是零售 一瓶也是三五千块 相当于他们一个月工资了 你可别为了自己的业绩 让人家一个月吃不上饭啊 放心吧 接我电话的两个人 花200万买点护肤瓶 还是没问题的 秦峰挂掉了电话 诞生道 他们很快就过来了 一个江贝 一个陈琉璃 贤者现在巴不得和秦峰搭上关系 区区二百万 反正他用的护肤瓶 本身也是秦海出品的 当然乐意 至于陈琉璃 就更不用说了 花200万买点护肤瓶 对于他来说 完全是常态 只不过陈琉璃 暂时没空 说了 让助理先过去和秦峰签约 不过 他二人都有些纳闷 这好好的 怎么跑去秦海卖护肤瓶吗 秦峰倒是没多想 这点钱自己补给他们也行 就当是花钱 给自己买几个月亲近了 行了 秦峰 看秦峰这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徐宗伟脸色一沉 收起了笑容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秦海 是川中排名前几的大公司 不是让你作秀的乡村大舞台 四百万对于许多上流人士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许多名门千金和一线女星 来秦海买护肤瓶 都是上百万的往回拿 不过这样的大客户 普通的业务员根本接触不到 就算接触到了 也会立刻被转接到 徐宗伟这样的高层手上 毕竟只要乘一单 就是十几万的奖金 怎么可能便宜了小业务员 至于秦峰 徐宗伟根本不认为 他会认识有这种手笔的人物 就连徐宗伟认识的一些大客户 都不会一次性 买二百万的护肤品回去用 能一单买得几十万 对于零售部门 来说都是大单子了 而秦峰一个刚刚入职 连产品长什么样 都没见过的东西 居然想靠两个电话 就卖出去四百万 真是天方夜谭 那名刚刚勾引徐宗伟的女员工 把玩着自己的美甲 顺带冷嘲热讽 徐总监 你开的这个后门多大的本事啊 这么能吹 是啊 另一名模样精致的女员工 也扬起那花了大价钱的下巴刀 就他刚才那口气 我还以为是咱们股东的儿子 下级层历练来了呢 吹牛之前 也得撒尿照照自己吧 秦峰却很淡定 是与不是 等会儿就知道了 行了秦峰 装模作样的 有意思吗 赵可燃坐在一旁 不耐烦地揉了揉太阳穴 谁都知道 秦峰是通过他的关系走的后门 若只是穷也就罢了 谁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呢 可他继续这么吹下去 丢人的可就是自己了 你没钱 没事来投奔我家 要住处没住处 要工作没工作 要不是我 你连秦海的大门都进不来 你上哪儿去认识一口气 买四百万户付品的人 要有这个本事 你还需要托我的关系找工作吗 赵可燃气得直拍桌子 你根本就签不成约 少在那里吹牛不死人 好高无远了 快 起来给徐总监道歉 和大家道歉 赵可燃对秦峰失望到了极点 没钱没本事 除了一身戾气什么都不会的人 还在这里吹牛放屁 他翻了个白眼 别人不了解秦峰 他还不知道吗 从小没爹没妈 他姑父还活着的时候 或许还可以 可是他姑父早死了 之前道贴上的富二代女神 也和他离婚了 背着个老改犯的名声 跑来川中巴结他父亲 就这么一个吊丝 居然说自己认识 随便就能买二百万户付品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电话 就搞定 光是想想 赵可燃都觉得忍俊不禁 他有那个人脉和面子吗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答应父亲 让他来秦海 给点钱打发他走了算了 免得丢他的人 我为什么要道歉 秦峰大马惊刀地坐在椅子里 十分悠闲 能不能卖出去等会儿就知道了 徐主管 记得给我记上提成 哦对了 还有假期 卖出了四百万 那我应该四个月不用来打卡吧 徐总委哈哈大笑起来 你要丢人是吧 那我成全你 行行行 没问题 他朝着秦峰拍了拍手 不愧是秦少啊 说话真有魄力 不过今天要是没成 你就收拾铺盖卷滚蛋吧 我们秦海集团 可不养活只吹不干的员工 秦峰 嗯 唯一声 没问题 赵可然连连摇头 翘脸写满了失望和鄙夷 没想到你现在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真是太丢人了 就算你喜欢我 想要在我面前表现 也不该用这种方法 你现在这样 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我赵可然是不会看上一个好高骛远 满嘴跑火车的男人 赵可然在心里默默将秦峰画到了吊丝的行列里 而且还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吊丝 他肯定是赖上自己了 想要让自己高看他一眼 好入坠道赵家 不用努力了 呵呵 他也配拥有自己吗 徐总委看他气不顺 赶紧笑眯眯地过来安慰 可然 你也别生气了 他让你丢人 我让他滚蛋 咱们等等看就知道了 一帮女员工也看着秦峰直摇头 同时对赵可然颇为同情 怎么就被这种小丑无赖给缠上了呢 放心吧 我不会走的 秦峰淡然道 赵可然翻了个白眼 还在装枪做事 他忍不了了 干脆站起来身来 推了秦峰一把 算了 你还是别在这丢人了 算我求你还不行 你也别等人赶你走了 自己走吧 我给你五百块钱 就到你今天的工资了 就在他打算直接叫人把秦峰赶出去时 只听 哐当 一声 他们办公室的门开来 秦先生在吗 伴随着一阵 登登登的脚步声 一名穿着红底高跟鞋的光鲜女人 走了进来 他一出现 在场所有女人 眼睛都直了 且不说 衣服是上个月时装周的最新款 就他手上那只爱马仕的喜马拉雅 就绝不是普通富二代能买得起的 包的价值不说 想要买到这只包 那都是得在爱马仕店里 每年消费上千万 外加二百万配货 才能够购买的 而且那女人身材火辣 气场强大 一张纯天然的脸 绝对算得上大美女 这样的美女走在路上 一般人连靠近的念头都不敢有 他进门后脚 跟着便从电梯里 走出来一名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 头发一丝不苟 西装也是国际大品牌 高傲而华贵 透露出一股社会精英的锐气 女人等了一步 两人相识点了点头 随后一同走了进来 这两个人往那里一站 就是一条风景线 绝对吸引眼球 赵可燃都看呆了 本来他以为自己 今天打扮的绝对像个公司管理社会精英 可是和这两个人比起来 怎么自己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妞呢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他自然是意识不到气场这种东西 光靠化妆穿衣 没有足够的阅历和底气 是装不出来的 只能看着他们二人推门进来 目光很快就锁定在了秦峰身上 秦先生 一接到您的电话我就来了 没耽误吧 秦先生您好 我是陈小姐的私人秘书 非常抱歉 陈小姐现在正在开会 特地让我替他来和您签约 您不会介意吧 办公室里沉默了 十几名女业务员愣在了原地 徐宗伟长大了嘴巴 赵可燃瞪大了双眼 真的来买东西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两个人一看就身份不凡 绝对不是秦峰那些穷酸亲戚朋友 可如果不是的话 凭什么秦峰一个电话 就能把人叫来 那可是二百万的钱 不是二百万的名币 能用二百万来买一堆护肤品的 本身得多有钱啊 而真正让赵可燃难以接受的 还是这两个人对待秦峰的态度 从他们进门到现在 秦峰的屁股都没离开过椅子 可两个人毫不介意 甚至还微微弯着腰和他说话 特别是那个漂亮女人 看秦峰的眼神都快拉丝了 好像他多有魅力一样 凭什么啊 徐宗伟努力定了定神 也是在心里嘀咕着 绝对不可能 于是怀疑起着两人的身份来 二位 我们公司的产品可不便宜 你们就不看看东西吗 呵呵 不便宜 江被一声冷笑 直起了身子 他本身就一米七五的模特身高 再加上十公分的高跟鞋 基本可以俯视徐宗伟了 接到电话 他就猜到肯定有什么 看这帮人的表情 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好容易有能得到秦峰人情的机会 他能错过吗 几百万的东西 对于我江被来说 很贵吗 徐宗伟惊呆了 江被 陈出秦的闺蜜之衣 同时也是穿中富小姐圈子里 拔尖的那一批之衣 虽然比不上秦海 但二三十亿的身家不在话下呀 当 当然没问题 徐宗伟也就能在那些千万级别的富二代中间 诚诚威风 哪里敢得罪江被这种人物 他咽了一口唾沫 只能将目光再落到那名男子身上 男子懒得废话 只是冷冽地瞥了他一眼 你的意思是 陈琉璃小姐还买不起区区二百万的东西 如果说江被是什么人 除了徐宗伟之外 其他人还不太了解 毕竟那个圈子的事情 他们连听都很少听说 那么现在陈琉璃的大名 却是瞬间引爆了整个办公室 肯定不是说陈琉璃的层次比江被低 而是人家实在是太有名了 对外是世首的学生 同时掌管着陈朝生的私人产业 川中所谓的双臣 他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个自然就是陈出秦了 十几名女业务员已经是脸颊发烫 感觉自己被秦峰狠狠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徐宗伟则眼皮直跳 一句话都不敢再接了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来了就行 秦峰淡定地拿出了两份销售合同 往二人面前一摆 我第一天上班 东西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拿回去用用吧 不好用也盖不退换 扔了就是了 太嚣张了 这么对待客户 到底谁是销售员啊 不夸张地说 换做其他任何一个销售员 哪怕是徐宗伟亲自上场 要敢和客户这么说话 绝对会挨两个巴掌 而且就凭这两人的身份 哪怕是两巴掌 把他们牙齿打掉两颗 他们都得陪着笑脸咽下去 赵可燃精神恍惚 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怎么敢啊 更让众人目瞪口呆的是 江贝和陈琉璃的秘书 没有半点不悦 甚至都没有犹豫 一下就签了合同 陈琉璃的秘书不必说 他是知道 大小姐如今对这位秦先生的重视的 不仅仅是大小姐 就连陈先生都十分欣赏他 二百万而已 对于陈家来说 不过是手指缝里随便漏点罢了 至于江贝就不必说了 先是陈琉璃给他送早餐 后有陈潮生的私人座驾送他 再来他还独闯宋家 把陈出琴给接了出来 虽然还不清楚他到底什么身份 可就凭这几样 便足够他好好结交了 所以这两份合同签得很果断 恐怕他们连自己要买的东西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就是开心 拿到两份合同 秦峰笑着点了点头 辛苦二位跑一趟了 江贝赶紧抢话 能为秦先生出力 是我的荣幸 那名秘书也礼貌地说道 只要秦先生吩咐 我家小姐自不会推辞 好 既然合同签了 那么我就不送了 二位慢走 秦先生不用送了 您先忙 我们走了 二人来得快去的也快 挥一挥衣袖 留下了四百万的合同 本来他们是想多买点的 可秦峰没提 他们自然也不好说 秦峰想得很简单 四百万的绩效到手 他既对赵叔有了交代 又有四个月的假期 不用四个月 只要一个月 他就能把川中的事情打理好了 所以四百万足够了 他们二人走了 秦峰也喝完了最后一口茶水 也不看那帮人的脸色 随手便将合同放在了桌面上 对于别人来说 那四百万的绩效 就意味着将近一年的工资 但对于秦峰来说 只是买他一个清净罢了 所以他也不管徐宗伟赵可燃什么表情 直接将东西放下之后就起身了 徐主管 你要的业绩在这儿了 至于我的提偿和假期 麻烦你给我处理好 走了 言罢 秦峰就直接离开了秦海 留下一帮人面面相觑 折腾了一上午 秦峰也懒得再去别处逛了 回棉龙的路上 曾寒将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准确地说 这个电话是打给杨恒的 杨子恒死后 曾寒将就交代亲信 从黄鹰里面挑选了两个 跟杨恒和那名女人 身陷极为相似的生忧 正如杨子恒生前所说 他确实只是一个傀儡 对方甚至都不会直接和他联系 而是和那名女人 他们从那名女人的手机里 翻到了唯一的一个电话 可惜 号码通过了加密处理 如果他们这边主动打过去的话 电话只会被转接到 西北某个小镇的一家小卖部里 看来只能等那边先联系他们了 还好 今天一早 那头来了电话 秦先生 打电话来的是个非常年轻的声音 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经过变身处理 嗯 秦峰应了一声 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让我们的人 把杨子恒这次的收获 转告给了对方 对方似乎很高兴 提出了让杨子恒 将股权交给他们的事 秦峰笑了笑 看来他之前猜测的没错 看来只要杨子恒将财产转移之后 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曾寒将也笑了 是啊 对方可能也知道 杨子恒这枚棋子用不了多久 一旦被人发现 他无财无德 肯定会起疑心 所以才这么着急的来找我要东西 等东西到手之后 若是杨子恒不被拆穿 那就接着利用 即便被拆穿了 也无所谓 杨子恒本身也不是什么有才能的人 他这种人 最多也就是个炮灰 对方根本没有真的想用杨子恒 这么一个人来掌控盘龙殿旧部 而是想要利用 他将师父留下的财产骗到手 那些是师父的私产 同时也是盘龙殿卷土重来的根基之一 对方不一定真的缺这个钱 但就是要从内部腐蚀掉盘龙殿 这主意打得不错呀 你去和他们的人交涉 告诉他们 这两日就可以转移 是 哪种转移 秦峰淡然一笑 自然是真的转移了 证件 合同 都给他们准备好就是了 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曾涵将不傻 立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我懂了 我这就去准备 挂断电话之后 秦峰即刻就回了棉龙山庄 进门的时候 却见陈初晴已经梳妆好了 看样子正要出去 你去哪 陈初晴正在不停地发消息 看到他回来才抬起头 我要出去一趟 以陈初晴现在的身份 是绝对不该四处乱跑的 但看他这么着急出去 肯定和公司有关 怎么回事 秦峰也不管他同没同意 刚脱下的外套 又直接穿上了 准备和他一起出门 见秦峰如此 陈初晴没有拒绝 还多了几分安全感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孤军奋战了 我的一位书白联系我 想和我商量秦海的事情 陈初晴离开秦海的这几天 公司里出现了巨大动荡 先是宋佩玉 让他的两个兄弟 接管了公司大小事务 而他取代了陈初晴 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后有不少陈家的元老 秀出了此事不寻常 开始罢工抗议 别看这些元老手上 没多少股份 可一旦他们闹起来 也够宋佩玉头疼的 这一点 秦峰昨天回来时 听陈初晴说了 正是因为有这些元老的支持 他才能坚持到今天 否则估计陈里一死 他就直接被自己母亲给取代了 你的这位书白可靠吗 秦峰多问了一句 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嗯 应该可靠 上了陈朝生留给秦峰的车 陈初晴便靠在副驾驶 揉着太阳穴 即便有危险 我现在也别无选择了 不是吗 这倒也是事实 秦峰淡定地开着车 开口道 其实你完全不用着急 我可以帮你 陈初晴看了他一眼 无奈道 我知道你很厉害 我也很感激你 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 我还是想先自己处理一下 他这番话说的倒是没毛病 但秦峰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不够信任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感激秦峰是真的 但不信任他也是真的 是 秦峰的身手确实惊艳 但那又如何呢 保他一条命 或许不成问题 可涉及到了商场和家族的斗争 就不是他能插得上手的了 若是只有一个宋家 那么自己可以完全将安危交给秦峰 但这次 可是宋家和洪家联手呀 别的不说 光洪家投资的武盟 就绝不是秦峰能够应付的 在川中递界 若真想要压下武盟 就两个组织能办到 其一 肯定是官方的重气 不过这方面 陈初晴是不行了 陈氏在官方里的人 随着陈李大伯的去世 基本都断了关系 剩下的那些 还没能交到陈初晴的手上 陈李便撒手人寰 一边是孤女一个 一边是宋氏那么大的家族 别人心里也有一杆称 而另一个 那就是本地的袍哥了 袍哥的传承在川中 一直就没断过 他们的存在 向来隐秘又霸道 而袍哥的领袖在川中 也绝对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上有大树成梁 下有小河细水 洪家和宋家 都是川中传承了200年的大家族 可真要和袍哥比起来 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两条路 他都指望不上 要想和武门抗衡 也不是没有第三条路 但那就更不可能了 那就是 打穿川中武门 陈初晴用余光偷看了秦峰几眼 随后便摇了摇头 他这么年轻 能打得过海婆说明不了什么 海婆在川中武门里 也就排个第三 前面那两个 算了 我在想什么呢 秦峰开车 充当了陈初晴保镖的角色 两边会面的地点 在一家俱乐部 在川中相当有名 这种俱乐部 一般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档次也都十分高端 专门用来给一些商场名流 或者达官贵人 谈室待客 下面三层都是娱乐场所 台球 KTV 篮球馆等等 地下一层 还有酒吧 三到七层全是包厢 吃饭谈室都相当私密 而七层网上就是酒店房间 喝多了 谈累了 直接上楼歇着就是 这样的俱乐部 一般背后的资本都很雄厚 消费的水平也不低 实行会员制 普通人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 尽管秦峰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 但他却表现得格外淡然 本身他就不喜欢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 真要消费 他也不是消费不起 所以没什么好好奇的 不过 既然担当了保镖 秦峰还是十分静止地 帮陈出秦观察着周围来往的人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看到秦峰进门之后 就开始东张西望 陈出秦笑了笑 第一次来这种场合 好奇也正常 昨天晚上的时候 虽然陈出秦没问 但秦峰还是提了一句年龙山庄的事 陈家买下这栋别墅十分低调 没几个人知道 陈出秦也不知道 要不是看到了陈朝生的私人坐驾 他甚至都不知道 年龙居然被陈家买了下来 秦峰只说自己在高铁上认识的陈朝生 救了他一命 所以这栋别墅算是谢礼 陈出秦没有怀疑 心想也难怪这小子敢独闯宋家 原来是有这份底气在 对方定下的包厢在七楼708 进门之后并没有想象中的乌烟瘴气 反而散发出淡淡的茶香 齐叔说 陈出秦没有摆出自己女王的架子 进门之后便和屋里坐着的两个中年男人打了招呼 秦峰抬眼望去 屋子里坐着的有两个人 其中一名看起来不到50 还有一名同龄人 两个人身上都透露出一股贵气 不看衣着 成功人士的气场和普通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除了他们本身在商场上历练出来的言行举止 还有看人说话时的神态 有钱就有底气 现在这两人财力应该不俗 而那名年轻人到底还是要少走几年路 除了自身公子哥的贵气之外 隐隐约约透露出几分优越感 至于屋里其他的人 除了保镖之外 还有几名衣着华丽 容貌娇艳的年轻女人 若是喜欢看电视的 就会发现着几位都在某热播大剧里露过脸 看到陈出秦进来 两名中年人都没起身 只有那名年轻人站了起来 而且还愤外热情地朝着陈出秦走了过来 出秦 你来了 嗯 谢谢你啊 明露 这种时候了 还肯帮我 陈出秦笑了笑 喜怒掩饰得很好 不娇称也不作作 看起来仿佛真的发自肺腑 却又不显得卑微 齐明露也抱以微笑 十分大度道 你这是哪里话 不说我父亲和你父亲那一层关系 光论 咱们二人青梅竹马的感情 我能不管你吗 陈出秦 头以一个感激的眼神 同为男人 秦峰自然一眼 就能看得出来 齐明露对陈出秦有意思 这小子长得倒是还不错 就是纹纹弱弱的 皮肤有点白 看到陈出秦的时候 一双眼睛都在喷火 不关秦峰的事 他自然也不会管 刚要跟着陈出秦一起落座 齐明露就接过了陈出秦的手包 随手塞到了秦峰的怀中 拿去看好 东西丢了想好 你有多少工资够赔 看都没看秦峰一眼 小心翼翼地引着陈出秦往里走 一只咸猪手 看似没碰到陈出秦的肩膀 实则偷偷用指尖 在他细腻的肌肤上碰了碰 面上却还是一副 温文尔雅的模样 见他居然把秦峰当成了保镖 陈出秦赶紧解释道 齐少 你误会了 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 朋友 齐明露愣了愣 猛地回过头来打量秦峰 嫌弃都从脸上溢出来了 出秦 你不是开玩笑吧 那两名中年人 也抬头朝着秦峰看过来 轻飘飘地一眼就挪开了 这种角色 没必要在他们眼中停留超过两秒 凭他们的目力 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小角色了 当然不是玩笑 见齐明露对秦峰的态度充满了不屑 陈出秦微微皱了皱眉头 郑重道 他就过我的命 这次我被我母亲软禁的事 也是他帮了大忙 好歹是青梅竹马 齐明露对陈出秦算是了解 看他这副表情 就知道没和自己开玩笑 皮笑肉不笑地和秦峰打了个招呼 哦 误会了 过来坐吧 但是 塞给秦峰的手包没拿回去 秦峰今天就是来充当保镖角色的 倒也没把齐明露的态度放在眼里 不过两人走过去落座的时候 主动坐到了陈出秦的身边 看得齐明露眼神一暗 那几名女明星却在窃窃私语 眼刀不断地从秦峰身上刮过 充满了不屑 同时也对陈出秦感到无语 堂堂秦海集团的千金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怎么连这种人都带过来了 面对他们的眼神 秦峰如同没看到一般 坐下之后 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 他今天就是个挂件 能不开口就不开口 出秦啊 这段时间还好吧 那名中年男子一张嘴 满满的关切 不关是不是真心的 最起码情感是酝酿到位了 陈出秦丝毫没有落魄千金的狼狈和小心 反而十分大气地勾传一笑 多谢齐叔关心 我还好 也要感谢齐叔 在这种时候还愿意见我 自从宋家和洪家联手之后 即便陈出秦才是城里清定的继承人 可和城市有关的人里 要么避而远之 要么巴不得这潭水再浑一些 他们好从中捞点大鱼 齐上龙大啦啦的一白手 做出一副不悦的模样 你这是哪里话 我和你父亲是老友 从小就把你当做亲女儿看待 他走了 我能不替他照顾你吗 是啊 齐明露也笑了笑 眼角瞟了秦丰一眼 我们齐家也算是家大业大 完全可以做你的靠山 出秦啊 关键时刻 你还得依靠我们这帮知根知底的人 可别病急乱投医啊 齐明露说这话的指向性很明显 陈出秦一听就微微皱眉 反而是秦丰这个当事人老神在在地喝着茶 一副两耳不闻窗外式的极视感 齐明女心却笑了 这都能喝得下去 怕不是个傻子吧 齐上龙也摇了摇头 这小子连话外之音都听不出来 不是傻就是没脾气 要么就是脸皮太厚 齐明露想不通 出秦身边怎么会跟着这么一号人物 还救过他的命 就凭他 齐叔叔 明露 你们恐怕不知道 这位秦先生是 他原本想说秦丰是陈东的人 但是陈东已经消失多年了 现在一点消息都没说 说出来没人信就算了 反而会节外生枝 看着秦丰想了一下 他还是决定换个说法 这位秦先生 除了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外 还是一位舞蹈高手 一听这话 齐上龙彻底笑了 不过他身为长辈 没开口 倒是一旁的齐明露乐呵呵地 用胳膊肘煮在桌子上 又用手点的秦丰 出秦 这回你是真在和我开玩笑的对吧 哪个舞蹈高手会是 他这副模样 这个年代 可不是长得壮点 会点拳脚就能懂舞蹈的 你一向不懂舞蹈的门道 可别被人骗了 这样一个时代 舞蹈这种东西 对于大部分来说 已经只停留在武侠小说里了 从前那些四两拨千斤的功夫 照很多人看来都只是杜撰 但事实上 舞蹈依然在龙国内部流传 只不过层次上 已经被拔高了许多 真正能称得上 舞蹈高手 四个字的人凤毛麟角 但绝不会是眼前这个秦丰 很简单 真正的舞蹈高手 会像他这么寒酸吗 低调出场的 那都是上了年纪 看待事态炎凉的老爷子 像秦丰这个年纪的人 有几个会有那种心态 但凡是有钱 他会不炫耀吗 那三名容貌娇艳的女明星 也朝着秦丰 露出了嘲讽之意 秦丰喝了一口茶 慢慢放下 这才瞥向了齐明录 今天二维约出秦过来 应该是有钥匙相谈才对 既然你也知道 我父亲和初情有事要谈 那就该知道自己不该出现 从知道秦丰是陈初情的朋友 之后 齐明录就看他一万个不顺眼 在他看来 陈初情仿佛已经是他的所有物了 身边任何男人都不该出现 事实也是如此 若是之前的话 光凭陈初情一个秦海总裁的身份 就让他感觉到高不可看 要不是齐上龙和陈理事就交 他恐怕都没资格和陈初情 当什么青梅竹马 可现在不同了 陈初情父辈受敌 已经不是那个高不可判的千金小姐了 本来他还以为自己有机会了 谁知道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家伙 他能咽下这口气 看他情绪有点激动 一旁的齐上龙给他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别着急 同时又摇了摇头 自己这个儿子啊 真是被美色给迷了眼 居然因为这么一个小角色 就急头白脸的 沉不住气 这位小兄弟说的是 齐上龙微微一笑 冲着陈初情道 咱们还是先谈正式要紧 陈初情松了口气 刚才他还真怕秦峰和齐鸣露吵起来 到时大家闹出个不愉快来 谁都过不去 齐叔叔 您今天给我打电话 说你有办法帮我夺回秦海的控制权 可是真的 他赶紧插开了话题 直奔重点 既然我肯给你打电话 那必然是真的了 齐上龙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道 你父亲在临走之前 将自己拥有的秦海股份一分为三 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自然 陈初情和母亲手里的那份比例一模一样 反而比重较大的那一份不知所踪 从父亲去世开始 他就在调查这份股权去了哪里 但始终没有线索 他不信30%的股份会凭空消失 可是又完全没有眉目 我和你父亲也是多年老友了 他办事我还是了解的 齐上龙十分肯定到 那30%的股份 他留给了陈东 什么 陈初情漂亮的眉毛 瞬间皱成了一团 他不是没想到 父亲会把股份留给陈东 只是想不通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毕竟陈东已经离家十年了 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留给他有什么意义 若是能拿到陈东手上 那30%的股份 又或者是得到陈东的支持 那他手上的股份 就能超过55% 这样在董事会里 他也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可问题就是 他压根不知道陈东在了 不过他下意识地扭头 冲着秦峰看去 说不定他知道 秦峰从进门就听着他们的对话 抛开齐鸣路不谈 凭他这几年 跟着师父识人的经验 这个叫齐上龙的 只怕没那么简单 察觉到了陈初情的目光 他也只是淡定喝茶 一只手在桌子下面 拍了拍陈初情的手背 示意他先听听看 陈初情微一点头 朝着齐上龙道 您接着说 齐上龙自然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小动作 接着道 实不相瞒 我这里有一个人 他能够联系到陈东 不仅如此 他现在就和陈东在一起 不过 我知道大侄女 你和你这位哥哥向来不和 也发了事 日后再不和他来往 所以我今天没把人带过来 我今天叫你过来的意思很简单 你不方便 那么齐叔叔 就来帮你做这个中间人 让你和陈东联手 先把秦海拿回来再说嘛 听到这里 秦峰已经没有要继续听下去的欲望了 这年头冒牌货太多 一年里 他就见了两个 没等陈初情犹豫 他就已经站起身来 还拉起了陈初情的手 走了 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陈初情抓住他 一脸茫然 这是什么意思 秦峰随手朝着那父子俩一指 这两人骗你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陈东在哪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图什么 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他们在骗你 被秦峰拉着站起来 陈初情脸上还有些迷茫 秦峰 你怎么知道的 秦峰看了他一眼 韩生道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根本没想帮你 他不能暴露幽民监狱的事情 这会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可秦家父子 就善罢甘休吗 见秦峰居然要带人走 秦峰路直接派案而起 臭小子你什么意思 我秦家家大业大 我父亲和陈伯伯又是旧友 我们会骗初情吗 和我们比起来 你这个莫名其妙的救命恩人身份 更可疑吧 秦上龙倒是没起身 脸色却也是沉了下来 他端着已经亮了的茶杯吹了吹 眼皮都没线 初情啊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可不要在这种事情上犯糊涂 现在 你母亲正在到处找你 听说你跟个野小的跑了 没猜错的话 就是他了 在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小子 和我们之间 你难道不知道该姓谁吗 一边是和陈李一起奋斗过的叔叔 一边是救过他性命的秦峰 确实让陈出情有些为难 他皱着眉头看向秦峰 冷静道 秦峰 齐叔叔和我父亲是老友 我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怀疑他 你说他们在骗我 总要拿出点证据来吧 秦峰宁了宁眉 他在考虑要不要告诉陈出情实情 就在他沉默的半分钟里 齐鸣露冷笑出声 哼哼 怎么 说不出来 从你进门我就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舞蹈高手 出情说你就过他 应该指的是 他在公司门口 遭到手下工厂的人报复的是吧 对付一个已经走上绝路的工厂老板 如果也能被奉为高手 那我身边的保镖 岂不是都能当武林盟主了 几个女明星是来当陪衬的 陪衬的是谁 自然是齐上龙父子了 齐鸣露一开口 他们自然跟着附和 哼 怎么就这要巧 有人劫持 他就在场呢 是啊 而且我听说 当时那人手上可是有枪的 他就这么勇猛 连枪都不怕 会有这么不怕死的人吗 除非 他知道那个绑匪 根本不会开枪 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陈出情在公司门口 被劫持的事 不是什么秘密 警方到了 记者自然也会有消息 只不过不清楚 秦峰的身份罢了 这帮女明星都知道了 齐上龙父子会不知道吗 在几个女明星的提醒下 齐鸣露也反应过来了 阴测测的看着秦峰 是啊 怎么就这要巧呢 我看你这一身打扮 也不像是在秦海附近工作的人吧 刚好路过 拔刀相助 可我听说 最后你连出情给的钱都没有 怎么 学雷锋做好事啊 齐鸣露三言两语 就是把秦峰的身份给歪曲了 可他并不知道 秦峰冲进宋家 把陈出情救出来的事 所以这番话下去 陈出情不仅没有怀疑秦峰 反而有些愈怒地看向了他 齐哨 念在你和我也算是朋友的份上 刚才的话 我当做没听见 可你要是继续羞辱秦先生 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齐鸣露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陈出情居然会为了一个 突然钻出来的野小子 和自己翻脸 回过神来后 他更多的是愤怒 凭什么 不过他还是没有发火 而是冷静下来道 出情 你听我和你解释 他的话还没说完 齐上龙倒是先开口了 出情啊 他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两手交叠在肚子里上 身体往后依靠 俨然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我想你还没弄明白 你现在的处境 不如我这个当叔叔的提醒提醒你 现在要对付你的人可不少啊 除了你母亲一家 外面还有洪家 和其他对秦海虎视眈眈的人 你父亲死了 哥哥走了 如今你孤身一人 日子可不好过啊 陈出情微微眯起了眼睛 目光皱了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唉 威胁谈不上 齐上龙一白手 仍旧拿捏着长辈的姿态 只是提醒你一句 这个年代除了自家人 谁都不会真心帮你 明露从小就喜欢你 我今天冒险帮你 不仅仅是因为你父亲 也因为他 你若是不领情可以走 但日后选错了路 也别怪叔叔没提醒过你啊 他话虽然说的好听 但其实也暴露了他的目的 都说人死如灯面 陈丽已经走了 他这个所谓的老友 若是真的想帮忙 就不会在这时候才冒出来 说白了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齐明露 若是没有利益驱使 谁会在风雨飘摇的时候 冒出来跟宋家为敌呢 齐明露声怕陈出秦被蒙蔽 赶紧劝道 出秦你可要冷静一点啊 我对你的好 你该是知道的 只要你嫁给我 我们齐家肯定会 倾尽全力地帮助你 原来 这才是这父子俩今日的目的 陈出秦惨然一笑 果然是人走茶凉了 他面无表情地 看向了这对父子 多谢二位的好意了 只是我陈出秦 还没沦落到这个地步 即便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也不需要靠这种方式 才能活下去 秦峰 我们走 说完 他直接拉起了秦峰的手 就要往外走 动作十分亲密 看他这样 秦峰都无奈了 他倒是狮子多了不怕痒 但是这位大小姐 也不用故意 给自己树敌吧 不过帮人帮到底 他倒是不会在这种时候 甩开陈出秦 也太没绅士风度了 见他要走 齐明露极了 口不择言 陈出秦 你别给脸不要脸 这个小子 有哪一点比得上我 你相信他不相信我 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还给我摆什么前进的谱 他一声吼 原本清秀的一张脸 显得有些扭曲 陈出秦却是一撩头发 笑着冲他道 就你 连秦峰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说完 直接挽着秦峰走了 临到门口 齐上龙才朝着秦峰的背影道 小兄弟 你太年轻 不知道什么样的圈子 适合自己 有些圈子 你随意踏进来 小心粉身碎骨 秦峰连头都懒得回 淡淡道 人 我要定了 从房间里出来 陈出秦的身体 有些微微发抖 直到进了电梯 一直绷着的脸 才松弛了几分 秦峰按下了电梯 从电梯门的反光里 看了他一眼 别放在心上 人心如此 陈出秦 还是太年轻 被保护得太好 他一声苦笑 在父亲去世之前 我一直以为自己 比普通的傅家子弟 更优秀 经历更丰富 不管什么样的大风大雨 我都能从容应对 可是现在我才意识到 从前我之所以能一往无前 都是因为有父亲 在我背后撑着 现在父亲走了 我也原形毕露了 他这半年太累了 人前 他要装着一副 刀枪不入的女强人姿态 要对得起自己 女版陈礼的称号 可然后 只有他自己 才知道自己有多累 秦峰想要安慰他 可话还没出口 便感觉肩膀一沉 一股相风 钻进了鼻腔 从电梯门的反光里 可以看到陈出勤 正靠在他的肩膀上 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在撒谎的 我就先不问你了 但是肩膀 先借我靠一靠 可以吗 秦峰也不是不尽人情的人 他知道陈出勤 到现在没掉眼泪 着实算是坚强了 第一 电梯门开了 陈出勤也适时地 从秦峰身上离开 两个人一起走出了电梯 恰好这时有一帮人迎面来 应该是要去楼上吃饭的 看样子已经在楼下嗨过了 不少人都醉醺醺的 陈出勤现在身份敏感 秦峰拉着他 快走了几步 并没有注意到 那帮人里有一双眼睛 看了过来 等到他们离开后 那道目光还停留在电梯口 未曾离开 苏总 你在看什么呢 没什么 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谁啊 等那女人在抬头看去的时候 秦峰和陈出勤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大门外 短发女人摇了摇头 没事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她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即便活着 只怕都焦头烂额了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场合呢 而且 刚才那个女人 实在是太亮眼太吸睛了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肯定不会是她 苏月笑了笑 是不是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半个月 百花的生产扩大了五倍 接连弹成了好几笔大声音 日后大家就各自安好吧 从俱乐部出来 秦峰和陈出勤 正想要开车先回去 走到车那边 就看到两个女人 正在对着她的车自拍 那两个女人 穿着打扮都很时尚 同时也很清凉 画着非常精致的妆容 手里还都拎着一只 两三万块的香袋包包 其中一个女人 显得格外激动 甚至直接坐在了车盖上 故意露出一条大长腿 另一个女人 正在给她拍照 秦峰看见皱了皱眉 倒是陈出勤拉了她一把 算了 让她们拍完再过去吧 这种女孩她见多了 大庭广众的 她还是给人留了的面子 说完 陈出勤看她们还有一会儿 表示自己先去一趟卫生间 可就在这时 拍照的那个女人 收好了手机 转过头来 一眼就看到了秦峰 秦峰 秦峰朝着女人看过去 那张脸太有科技感了 一下子实在没想起来是谁 她旁边的女人 拉了她一把 小可 是谁啊 那个女人没回应她 直接朝着秦峰走了过来 好久不见了呀秦峰 没想到 居然还能在这见到你 说话时 女人高傲地仰起了下巴 看起来很是兴奋 秦峰下意识以为自己 跟着女人关系很好 不好意思 太久没见了 我有点没认出来 你是 女人有些尴尬 同时有些埋怨地看了她一眼 我是杨可 秦峰一听 大为震惊 我大学同班的那个杨可 她震惊的 不是在这里遇到老同学 而是面前这个杨可和大学时 简直天差地别 这个杨可大学的时候 也是秦峰的追求者 只不过她大学的时候 长得实在是太抱歉了 不仅皮肤有黑 还大小眼地包天 就算秦峰不是外貌协会 也总得找个看得过眼的吧 就杨可大学时的长相 不夸张地说 看着吃不下饭 但最让秦峰反感的 并不是她的长相 而是她实在是太左了 不仅跟踪过秦峰 还在秦峰和林瓦在一起 之后去骚扰过林瓦 就因为这个 被秦峰警告过一次 原来是你啊 真没认出来 她和林瓦都已经离婚了 过往的恩怨 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作为老同学 自己倒是不介意 和她打个招呼 好久不见了老同学 说着秦峰就伸出了手 可是杨可逆了一眼 她的手并没有往出身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打量起了秦峰来 她的女伴也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秦峰的穿着之后 立马把自己的裙子 和衣服扯了扯 避免让秦峰占到便宜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 上车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就听杨可 嘖嘖嘖 那三声 没想到啊秦峰 过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 杨可抱着胳膊 十分嫌弃地摇了摇头 当初你不是抱上了 林沃尔的大腿 一心想着入坠吗 怎么 被甩了 秦峰离婚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命 听迪路说 老同学群里都传遍了 现在杨可这么问 分明是想看她笑话 她懒得和这种人扯淡 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改日再聊 她想给杨可留个脸面 偏偏杨可不依不饶的 居然直接问道 跑什么呀 怎么 看到昔日被你拒绝过的人 如今过得比你好 心里不平衡啊 秦峰微微皱眉 你什么意思 杨可笑了笑 开个玩笑 她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将其递给秦峰 留个联系方式吧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要车有车要房有房 虽然你我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但都是老同学嘛 以后能帮的地方 我一定帮你吧 虽然没直接说 但她说到 要车有车的时候 目光看向了那台库里男 秦峰乐了 那辆车是你的 当然了 杨可也不心虚 骄傲道 怎么样秦峰 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毁清了 不过不好意思 就算你再后悔 现在的你 也配不上我了 我这种漂亮又有钱的女人 可不是给你这种吊丝准备的了 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 秦峰还真有点猛 你怎么就觉得 我会喜欢你呢 杨可非常自信地一撩头发 这还不明显吗 刚才你在这看我半天了吧 别以为我没发现 坦白吧 你就是看到昔日被你拒绝过的人 如今不仅过得风生水起 还女大十八变变得这么漂亮 后悔了就直说 没人笑话你 秦峰一听 嘴角抽了抽 心说 你们借着我的车拍照 我不看你们看谁 我还得开车走呢 再说 女大十八变和杨可这张脸 应该没什么关系 毕竟没有人的脸会随着时间 从单眼皮变成大宽霜 又从地包天变成正常人 就连秦峰这样的直男 再看到杨可这张脸时的第一反应都是 挺舍得花钱 不过他和杨可本身就没什么交集 眼下也没必要和他多费口舌 你误会了 我对你没兴趣 从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更不会有 其次 我刚才站在这里 只是因为这车是我 也不看看自己寒酸成什么样了 还看车 怎么 是不是想摸摸 拉倒吧 就这车 但凡留下一个你的脏手印 洗车都得花你好几天工资 这时跟着杨可一起来的女伴 也打量了秦峰半天 默默地翻了的白眼 一身国产品牌的装扮 加起来不超过一千块 浑身上下毫无亮点 这种人 他没有结交的兴趣 不过 他倒是有一点好奇的 不对啊 小可 这里可是闹的地下停车场 他怎么在这儿 如果不是从内部电梯下来 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杨可想都没想就笑了 还能因为什么 肯定是在这里打工咯 看他这副样子 不是保安就是洗碗工 别的他也干不了 毕竟 杨可嘴角上扬 仿佛抓着秦峰天大的把柄似的 一个劳改犯 Now是不会聘请来 做什么正经工作的 一听秦峰居然是个劳改犯 杨可的闺蜜王小琴 当场退出了两步 还顺带拉着杨可 真的假的 你可别骗我呀小可 我骗你干嘛 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王小琴抱着胳膊 十分夸张地抖了抖 我们Now这么高端的地方 怎么会聘用这种人 哪怕是最下见的洗碗工 也不行啊 他掏出了手机 不行 我得给梅姐打个电话 告诉他 赶紧把这人给辞退了 唉 别啊 杨可一把按住了他的手 却根本不是怕弄丢秦峰的工作 当初被秦峰当着众人面叫去那一回 可是让他在学校里 丢尽了颜面 就算他跟踪过秦峰 还偷偷跟踪过林瓦 秦峰也不该这么对待自己 不是该有绅士风度才对吗 那时在秦峰面前丢的面子 今天他说什么都得找回来 既然秦峰在这里打工 那就好办了 毕竟是老同学一场 我男朋友正好在这里当领班 你呢 肯定是没自得跟着他干了 毕竟他接待的 可都是身家千万的贵客 你身份见不得光 还是别去丢人了 不过也别说老同学不照顾你 这样吧 我让我男朋友 把你调去打扰卫生吧 一个月还能多赚点 同时 他又伸手在秦峰的胸口一点 当然了 对我你就别一想天开了 以为留下来就能进水楼台什么的 想动了别想 我还是那句话 我你就别觊觎了 现在的我 你配不上 杨可心情大好 一口给予了自己五六年的怨气 今天终于抒发了出来 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努力赚钱整容 认为当初秦峰不过是因为他的外貌 才羞辱他的 其实杨可的家庭条件还不错 家里也有个几千万的资本 只不过 他天生 长得就不行罢了 所以后来整容成功 他就到处打听秦峰的消息 就是想看他在自己面前 悔不当初的样子 这才得知了秦峰入狱的消息 本以为两个人不会再见面 谁知居然今天能碰上 秦峰 昔日的丑小鸭 已经变成了你高攀不起的天鹅 你现在内心一定很煎熬 很这么把 可惜啊 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 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的 看杨可这副得意到了极点的表情 秦峰倒是面不改色 对于他来说 所谓的面子已经不再重要了 而杨可的内心高 潮 对于他来说更是毫无意义 毕竟今日之后 两个人就不会再见 这个曾经喜欢过自己 然后因爱生恨的女孩 就暂且让他开心开心吧 自己就当看一个乐子 我们走吧 这时 一抹倩影从不远处的卫生间走过来 一开口就吸引了杨可和王小青的目光 抬眼望去 陈出勤目不斜视地走过来 有的人就是这样 无论是站在荒地里 还是花丛中 只要他绽放 就没有别的花花草草什么事 很不巧 陈出勤就是这种人 哪怕停车场的灯光昏暗 可他一出现 就好似自带闪光灯 一举一动都熠熠生辉 他的脸完全可以让他抛开秦海总裁的身份 也依旧令人瞩目 本来陈出勤没出现之前 杨可和王小青还能被人称一生美女 可他一出现 两个人自己都有些手足无措 那是一种被碾压之后的慌乱感 即便双方都是女人 也让杨可跟王小青脸颊微微发烫 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同时会生起一个念头 这张脸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看到了吗 他手上拎着的是爱马仕限量款的包包哀 来路不凡啊 王小青感叹了一句 有吗 我觉得还好吧 万一是假货呢 王小青 你啥呀 谁来 No会被假货 这倒也是 杨可同意了一句 但没说出来 但是偏头就看到秦峰正盯着陈出勤看 顿时心里一阵不爽 天都黑了 某些人还做白日梦呢 告诉你 这种女人一看就是来这儿掉凯子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即便人家找老实人解盘 也不会找到一个劳改犯身上 秦峰搭着眼皮瞥了他一眼 哦 是吗 有的人就是这样 一件自己曾经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后来即便不想要了 也看不惯那东西属于别人 男人也是如此 杨可可以忍受秦峰当初不喜欢他 但却忍受不了 他和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女人在一起 所以当知道他和林沃尔离婚的时候 他开心的一夜没睡 而现在 当他看到秦峰盯着别的女人看 而且 那个女人还比他漂亮身材好时 杨可自然不开心了 就和之前的赵可燃一样 对啊 不然你以为呢 杨可抱着胳膊冷笑 出现在这里的女人 要么是来掉豪门的 要么本身就是豪门 但你记住 这两种无论哪一种 都不可能落到你碗里 你的身份太底层了 在这种地方 你顶多找个清洁工和你配对 毕竟 什么锅配什么盖 你也就这个水平了 秦峰听到他的话 笑而不语 仍旧看着从不远处走来的陈出秦 杨可见他还不死心 摇了摇头 我看你已经没救了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赶紧把你的口水收收吧 人家都走过来了 别让我们跟着你丢人 王小晴补充了一句 秦峰很是淡定 他是为我而来的 一听这话 杨可和王小晴当场乐不可知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什么鬼 你是不是发烧了 王小晴哈哈大笑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还说这种糊涂话呢 为你而来 为你什么 是为你国产的运动鞋 还是为你不到二百的短袖 还是为你劳改犯的身份 你清醒一点行不行 杨可擒着一抹激笑 摇了摇头 果然牢狱生涯会改变一个人 瞧瞧 曾经的风云人物 如今却只会死要名字吹牛 不过就是 见到自己这个昔日的拒绝对象 如今变成了他高不可攀的人 又声明了 自己和他绝对不可能之后 心里不平衡罢了 正好看到了这么一个大美女 朝着他们走过来 想要借着这位大美女 给自己长长脸而已 真是幼稚 可笑 愚蠢 那种女人 一看就不属于她 可就在这时 陈初情已经迎面 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并且目不斜视 似乎就是看着他们这边的 杨可当即脸色慌乱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稳住了 我在慌什么 又不可能是爱找秦峰的 人家可能正好往这边走而已 但随着陈初情 离他们越来越近 杨可的心 还是疯狂跳了起来 不可能 不可能的 高跟鞋的声音有远极近 随后走到了他们面前 然后和他们措身而过 杨可一颗心猛然放下 甚至扑痴 一声就笑了出来 哈哈 秦峰 你不是说她为你而来的吗 怎么人家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怎么 不说话 哎呀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是什么呢 原来是某人白人蒙破碎的声音 两个女人一瞬间笑得前仰后合 秦峰也不吭声 这时陈初情也走到了车面前 杨可和王晓晴又冒出一股酸水 原来这车是她的呀 切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辆库里男而已 可是小可 那车应该不便宜吧 再贵的车不也是代步工具吗 那倒是 两个女人低声议论 仿佛忘了 刚才是谁在那辆车前 依依不舍的拍照了 杨可看到那么漂亮的女人 居然还开了那么好的车 心里不爽透了 凭什么 凭什么什么好处都让她占了 明明是两个互不相识 说不好以后都不会再见面的人 可她却有一种冲上去 把陈初情连刮破 又或者把那辆豪车给砸烂的冲动 但是她不敢 因为光凭女人身上的气质 以及人家那一身的豪华品牌 她就知道 绝不是自己惹得起的人 哪怕她家里也还不错 还好 这种女人不属于俗世 更不可能属于秦峰 可就在这时 刚走到车旁 陈初情突然顿住了脚步 转过头来 朝着秦峰问道 还没聊完吗 杨可和王小琴的笑容 瞬间僵住了 就跟脖子卡带了一样 艰难地转过头 朝着秦峰看去 是 是在和她说话 那一瞬间 杨可甚至都在祈求上帝了 千万不是秦峰 千万不是秦峰 然而下一秒 便听秦峰淡淡开口 这就来了 哄 一刹那 杨可便感觉有一股 火从脚底一下子 窜到了天灵感 让她整张脸都红透了 如果脚下能有地缝的话 她真的会一头钻进去 与此同时 她又觉得 手心冒起了一股凉意 两片嘴唇碰撞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更刺激的是 就在这时 秦峰从兜里掏出了一把车钥匙 朝着那辆库里南按了一下 滴滴 清脆的汽车开锁声响起 对于杨可和王小琴来说 那简直是魔鬼的声音 因为那声音 简直是把他们二人扒光了 当场处刑 刚才他们 还对着秦峰吹嘘 那辆车是他们的 杨可看着秦峰 她的脸 依旧如同五年前那般英俊 可是却多了几分冷冽和沉稳 同样的一张脸 气场却是截然不同 她甚至都不再多看杨可一眼 直接拿着钥匙 朝着库里南走去 零了 才回头朝着她说道 对了 下次用我的车拍照的时候 别往车盖上坐 洗车挺麻烦的 哦 杨可的大脑又是一片空白 王小琴抓着她的胳膊 脑袋使劲往后锁 世间最刚大的时刻 莫过于此了 杨可觉得 身上仿佛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要多难受 有多难受 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杨可受不了了 朝着秦峰大喊 你是司机对不对 你一定是司机 她绝不相信 一个刚出狱的丧家犬 怎么可能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拥有乡车美女吗 陈初晴的一句话 断了她的念头 二位是我男朋友的朋友吧 你们好 没什么事的话 我和我男朋友 就先走了 后会有期 二人上车 绝肠去 留下灰头土脸的两人 杨可直接一屁股瘫坐在地 后会有期 不 驱车离开 秦峰在车上和陈初晴说了一句 谢了 陈初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却只是轻飘飘地扬了扬眉 谢我干什么 刚才 刚才我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 不是吗 秦峰愣了愣 差点一脚踩在了刹车上 和方向盘来的亲密接触 凭陈初晴的聪明 刚才肯定看出杨可在为难自己了 她那么说 难道不是 伪装成自己的女友 帮自己一把吗 那什么 还没等她话说完 陈初晴就 扑吃 一声乐了 套在副驾驶上 抱着胳膊饶有趣味地看着她 怎么 你装我两次男朋友 占了我两次便宜 就不能让我占你一次便宜 她说话的神态很轻松 丝毫没有千金小姐的高傲 而且没有外人在时 她说话喜欢微微偏着脑袋 一头乌黑的长发 搭在同一边肩膀上 加上她眼角擒着的淡淡笑意 看起来说 有种懒散疏离的魅 仿佛某种猫科动物 秦峰只是看了她一眼 便觉得有点不淡定了 毕竟她也是个男人 总会被美丽的事物吸引 更别提 眼前的美丽 是个活生生的人了 不过 同时她也保持了自己的克制 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后 她目前还没有别的想法 相信陈出勤 现在应该也只想一心 将秦海夺回来 而不是谈什么儿女情长 但面对陈出勤的话 她还是如实道 当然没问题 不管怎么说 刚才谢谢你了 陈出勤又是一笑 你确定是谢谢我吗 我相信 刚才那两个女人 若是我不出现 你也有办法应付 甚至于 你只要把车钥匙一辆 她们恐怕还会到天 我的出现 难道不是破坏了你的桃花吗 秦峰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对于感情 我一向宁缺无滥 因为金钱才凑到自己面前来的人 她没兴趣 陈出勤看着她 男人的脸不算是一眼看不去 就十分吸引眼球的那种 但是多看几次 却发现她硬朗的面部线条 很有男人味 她脑海中一下子就浮现出了 那天秦峰独闯 宋家的身影 都说每个女人的心里 都会有英雄情节 她本来还以为是 普通小女孩的幻想罢了 可现在发现 果真如此 不过她很好地 隐藏掉了自己的情绪 再加上秦峰本身 就是个大直男 自然没被看出来 把陈出勤送回面龙山庄之后 秦峰便给曾汉江 去了一通电话 曾汉江说 那头今天已经和她联系了 不过并没有露面 而是要求 杨子恒 直接去办理交接手续 也就是说 对方没上到 她来对面在背后 谋划的人确实谨慎 从头到尾都保持着神秘 但曾汉江已经可以确认一点 对方现在和红氏勾结在了一起 至于红氏对于对方的身份 是否知情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知道了 你那边继续查 别把杨子恒这条线断了 这两日 我会找机会接触红家 好 龙主 您可千万小心 若是让他们知道了您的存在 只怕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除掉您 秦峰十分淡然 不怕他们来 就怕他们不来 挂断了电话 秦峰正好收到了一条微信 是赵明发来的 这个周末就是赵明的生日了 他打算在红城大酒店 办生日宴会 一听这个地址 秦峰总觉得有些熟悉 下楼之后 向陈出勤打听了一下 对方则表示 红城大酒店 那岂不是离这里很近 棉龙山庄本身没有远离市区 开车下山之后 周边便有不少较为繁华的闹市区 而这个红城大酒店 距离棉龙山庄的距离 也就是开车十分钟 外加上山需要五分钟而已 秦峰回了一个OK以后 陈出勤便顺口一问 怎么 要在红城吃饭 我朋友是红城的总经理 可以给你打个折扣 秦峰文言无奈地笑了 我都去大酒店吃饭了 还缺这点钱吗 这倒也是 陈出勤点了点头 而且不是我请客 我一个叔叔 要在那里办生日宴 陈出勤一挑眉 你还有叔叔 谁家没几个亲戚呢 秦峰没有隐瞒 只不过 你应该也听到杨可他们说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老改犯 还能和我保持联系的亲戚 已经不多了 这倒是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或许在你落难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亲戚 甚至亲人 还会反过来捅你一道 陈出勤冷冷一哼 一由所指 秦峰知道 他说的齐上龙父子俩的事 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想 若是自己的好兄弟 在自己去世之后 不帮扶一把自己的女儿也就算了 毕竟这种事情 帮了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不强求 可如果在落井下时 欺负一个小姑娘的话 那就实在该死了 齐家那父子俩的算盘打的 秦峰到现在都能听见相 齐家那父子俩 你最好还是别和他们联系了 陈出勤 嗯 呗一声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的 从前我一直以为 齐明露是个正人君子 也知道他喜欢我 虽然我明确地拒绝过他 但我以为 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没想到都这种时候了 他竟然还贪图我的人 也就是不知道 宋家和红家联姻的事 否则 我看他今天也不会联系我 毕竟是红家和宋家的生意 若是齐明露横插一手 只怕到时候 会惹得两大家族一起对付他 就算齐明露再喜欢自己 齐上龙也不会拿着 家族的生意开玩笑 不过 秦峰却不这么认为 但他没说 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 听你们之前提到陈东 是怎么回事 一提到这个哥哥 陈出勤是又恨又气 还有什么 无非是父亲临走之前 将秦海30%的股份 都留给了他 但他现在人不知所踪 查也查不到 踪迹全被抹掉了 股份也就不知所踪了 股份 股份 秦峰倒是想起来 自己离开之前 陈东确实交给他一份文件 具体是什么 他也没看过 罢了 之后再说吧 次日曾寒将给秦峰打来电话 有两名西南一带的盘龙殿旧部 得知了新龙主出现的消息 联系到了他的头上 纷纷表示想见见新龙主 林怀秋那边也被人联系上了 推址怕是推不掉 尽管盘龙殿已经沉寂多年 但他们这些旧部之间都还有联系 曾寒将这里是一些人情往来 林怀秋那边则有生意上的合作 所以二人同时开口 秦峰也知道他们为难了 既然是盘龙殿旧部 那见一见也无妨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 更何况这些人都是盘龙殿的门徒 他要替师父重新把这个摊子给织起来 这些人肯定是要见一见的 不过 眼下我的身份还未暴露 这些人也并非完全可信 就先不全见了 曾寒将对他的考虑没有不满 反倒认为很周到 龙主说的是 人心格度